大家好,我是喜爱萌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洋葱炒鸡蛋的做法 去皮清洗干净的洋葱切块 然后把洋葱块一片片的包开 这样能让洋葱更快的成熟 再洗干净的青年娇两个切成滚刀块 青年娇既能增加菜肴的美观 又能丰富菜肴的口味 碗中打入四个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打成蛋液 锅中下入少许的植物油 在锅中油温达到六成热 下入三叶炒至 在炒至鸡蛋时 一定要把鸡蛋块炒得大一些 不要把鸡蛋块炒得太碎 因为鸡蛋块炒得太脆 出来的菜肴不够美观 如果用铁锅炒至鸡蛋 在炒至鸡蛋时油温要高一些 如果油温过低 鸡蛋容易粘锅底 把炒好的鸡蛋盛入盘中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在锅中油温达到六成热以上 下入洋葱炒至 洋葱炒鸡蛋的洋葱 千万不要焯水或者拉油 如果洋葱焯过水炒至 炒出来的洋葱水气大不香 如果洋葱拉过油以后炒至 炒出来的洋葱特别的油腻 所以最好的方法 洋葱选择生炒 这样炒出来的洋葱既不油腻 而且也特别香 洋葱炒至六成熟以后 下入尖椒炒至 把锅中的尖椒炒香 下入精盐增加底味 下入豆豉辣酱一勺 如果有不喜欢豆豉辣酱的 可以不放 让锅中的洋葱和尖椒 融合豆豉辣酱的香味 下入炒好的鸡蛋 把鸡蛋块和锅中的尖椒洋葱 快速的翻炒均匀 让鸡蛋快速的融合 锅中食材的味道 最后一步出锅装排 一道非常美味的洋葱炒鸡蛋 就制作完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